直集伦敦地铁站 车厢一片空荡荡 车窗上到处贴油 保持距离标语 另一节车厢 零零星星乘客 每人座位间隔好大空间 戴景口罩不发一语 镜头转到街上 原本热闹商店不见人影 英国爆发变种病毒 再因台人选择待在家 看到变成被毒还是蛮担心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移动 有听说本来有预计要回来 但是因为机票涨价涨太多 然后再加上搭飞机的风险 所以有取消的 宁可选择不要动 因为就算抢到机票回台 从机场到搭机过程 十几个小时飞行时间 反而更容易暴露在风险中 我认识的台湾人 每一个人就像我一样 几乎生活没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就还是都很少出门 然后也不可能在这个 最危险的时候跑去搭飞机 你明明就知道现在是传染率最高 然后你来挑这个时候回台湾 旅行冒着风险搭飞机回台 不如好好待在英国家里 这位旅英专栏作家 选择待在家做好防疫 但事实上想回来也不容易 长荣华航全面取消明年一月 台北往返伦敦所有班级 而目前教育部掌握在英国大学 注册的我国留学生超过四千人 年关将近想返台 恐怕又是一大难题 三天新闻 唐一诚 吴亚廷 综合不道 三天新闻